大家好 我們上一次在多解析度影片的 處理的影片中 我們有介紹到 關於多解析度影片 會論的時候 會產生的 解析度問題 這個問題 在我們之前 調整的時候 發了許多步驟 如果還不記得 我們可以再回顧一下 然後 常常會遇到 如 preview這裡 的情形 由於橫式轉直式的關係 影片的 正確的解析度 已經跑掉 這時候 由於橫式轉直式的關係 我們解析度跑掉了 在這個 這個問題 在我們新版本的 Blender 已經 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實際帶大家 操作一次 我們找到同樣上次的影片 同樣把它匯錄 我們可以看到 這次 這次直視的影片 並沒有像上次那樣 變成全螢幕的 Size 對於 對於Blender來說 新版本的改進 對於我們 初學者來說 可以節省很多步驟的 期待 他下一次 會有更好的 改進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 有遇到可以再多介紹一點 新版本的改進 在這次 我們在每天 改進 改進 吧 改進 中施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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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